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曼国营媒体11日报道 阿曼苏丹卡布斯昨日10日晚间因病失事 享年79岁 他在位期间超过49年 是中东地区史上在位醉酒的统治者 卡布斯被誉为开明专制君主 以柔软外交手腕与进步思想文明 多次担任中东冲突调解人 深受多国敬重 阿曼政府已宣布全国进入三天哀悼期 缅怀这位独特领袖 79岁的阿曼苏丹等同国王卡布斯 上月前往比利时接受住院治疗 据问已受癌症病痛折磨一段时日 阿曼通讯社 报道 苏丹卡布斯走过智慧的凯旋生涯 他以慷慨大度拥抱阿曼 也汇集阿拉伯与穆斯林 国度更包含整个世界 稳定政绩更受到全世界尊崇 阿曼苏丹卡布斯 卡布斯被誉 没有任何子嗣 也为指定继承人唐蒂海赛姆 接掌王位卡布斯没有任何子嗣 仅在1976年至1979年间 有过一段短暂婚姻 也从未公开指定继承人 德国之声报道 统治家族必须在王位空缺了三天之内 选出继承人 卡布斯在1997年曾向外媒透露 他已写下两位不同人选 兼封信函分别放置在不同地方 阿曼国营媒体报道 他的唐蒂海斯摩本塔利格 H-A-I-T-H-A-M-B-I-N-T-A-R-E-Q 11日宣誓继任苏丹 展开全文阿曼宣布国伤三天 将办其40天 为享受79岁的卡布斯致癌 卡布斯1970年在殖民母国英国的支持下 发动不流血 政变夺权 展开长达半世纪的统治 在未时获得西方支持 阿曼国营电视台画面显示 出品队伍沿着一条两 旁是棕榈树的道路行进 棺木上覆盖有阿曼国旗 运制首都马斯开特Maskat的卡布斯苏丹大清真寺 进行祈祷会 国营阿曼国家通讯是欧娜 为报道卡卡布斯的死因 但他常年身体病弱 上月曾赴比利时治疗一周 在高级军事委员会 要求王室委员会集会集选出继任者后 海塞姆数命成为新任苏丹 海塞姆生于1954年 他曾任遗产与文化部部长 外交部次大臣等职务 2013年被卡布斯任命掌管 负责阿曼发展的主要委员会 海塞姆继任苏丹的时机 正值目前国内挑战日益研运之际 并且侍逢伊朗与美国及其盟邦沙特阿拉伯间 紧张情势加剧 阿曼常年维持中立 在中东的地位 就犹如瑞士之鱼全球外交 阿曼没有伊朗 西邻沙特阿拉伯 试图在这两大邻国的区域斗争间取得平衡 受西方教育影响 与父亲发生严重冲突 卡布斯 出生于1940年的马斯卡特与阿曼 父亲塞伊德 是阿曼半岛塞伊德王朝最后一位继承人 当时阿曼半岛仍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卡布斯在1958年进入英国桑克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RMAS就读 并曾加入英军 在德国服役一年 卡布斯于1964年回国后 因身受西方教育影响 而与父亲发生严重冲突 被所在王公软禁长达六年 1970年 卡布斯在拥护他的英军与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 Herald Wilson支持下发起不留学政变 迫使父亲下台并流亡英国 卡布斯也将王国名称改为阿曼 阿曼苏丹卡布斯卡布斯 他立即废除历史悠久的奴隶制度 以丰富石油收入推动现代化 大兴学校 医院与道路工程 积极发展私人企业与观光业 阿曼从保守的沙漠王国 转变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 定义了高收入经济体 不过 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潮爆发 因石油低价而经济欠佳的阿曼 也因为失业率攀升 而面临国内抗议长达三个月 卡卡布斯不久立刻宣布扩大咨询会议 阿曼也在2012年举行第一场民主选举 从1475位候选人中 选出192位地方首长 成功缓解政治危机 卡布斯以柔软圆滑的外交手段文明 2012至2013年间 多次担任美国与伊朗的调解人 并促成伊朗与西方五国 签成2015和协议 在中东诸国颇受敬重 重视教育与音乐艺术的卡布斯 任内也陆续成立了阿曼第一间大学与歌剧院 她还鼓励女性受教育 并走入公共事务 多位阁员如教育部长 驻美大使等 都有女性担任 阿曼新国王海赛姆承诺外交上维持不干预政策 1月11日在阿曼马斯卡特 海赛姆本塔里克赛伊德宣誓就职阿曼新国王海赛姆 11日承诺 外交上将继续依循 以雇前国王卡布斯苏丹卡布斯 的不干预政策 这项政策已让阿曼成为区域重要调停者 法新社报道 海赛姆 在宣誓就任苏丹后发表首场公开演讲 他说 我们会依循已故苏丹的路线 海赛姆表态支持 我国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存不干预外国内部事务 尊重他国主权与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 路透社报道 海赛姆也在国营 电视台转播的演讲中 要求智力发展阿曼这个相对较小的石油生产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